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详细报道 作谈会上,胡锦涛介绍了中共中央对起草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考虑和文件稿形成过程 他希望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畅所欲言 对文件稿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是陈章良先后发言 大家表示,赞同中共中央对农村改革发展三十年来的历程回顾和经验总结 拥护提出的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各项措施 他们就统筹城乡发展、加强耕地保护、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培育新型农民、切实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深化两岸农业科技交流合作、健全基层民主管理、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等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 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说 大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 体现了大家对农村改革发展的深入思考 我们将认真研究、积极采纳 胡锦涛指出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村人口占多数 要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 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就要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必须紧紧抓住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 在长期实践中 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始终高度重视 认真对待 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多次召开中央全会 专题研究农业、农村工作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改革发展 必须着力在农村改革发展上取得新突破 面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形式、新任务 必须继续创新农村体制机制 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大提出的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必须加快农村改革发展 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农村改革仍然是我国改革的关键环节 农业农村发展仍然是我国发展的战略基础 抓住农村改革发展这个重点 就能掌握整个改革开放的主动权 就能带动我国经济社会新一轮发展 胡锦涛指出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也是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参政议政的重要方面 希望大家继续增强对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切实把做好农业农村工作 作为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重要内容来抓 继续发挥人才会萃 治理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 就推进农村体制创新 发展现代农业 促进农村全面进步等问题 深入调查研究 及时发现和反映农村改革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提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继续积极开展新校办学 决策咨询 人才开发 科技扶贫 社会服务 探索服务农村改革发展的新思路 新途径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回梁玉 令计划 王沪宁 杜清林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 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 张美颖 张罗明 张罗明 李吾卫 罗富和 陈宗兴 王志珍 和张宝文 孤胜祖 王岐敏 陈康福 汪毅夫 谢金荣 袁四等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今天在中南海紫光阁 会见了新加坡国防部长张志贤一行 李克强说 中心建交以来 两国在贸易投资 城市建设 节能环保等领域 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 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形势 中国将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特别是消费需求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中方愿与新方一道 共同推动两国关系 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张志贤表示 新方愿与中方不断加深和拓展 两国友好互利合作 四川江西等地大胆探索 科学实施闲散土地流转 成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今天成都汤营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最后一笔保底资金 向农户发放完毕 这个以农户土地 村集体和国家风险投资 三方入股组成的股份合作 这公司 集约了全村80%的耕地 在成功运作三年后 让村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汤营村村民富明远 儿女都在外打工 土地流转后 他和老伴加入了汤营公司 虽然还在种自己的地 但公司给每个农户上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踏实了 原本不期耳的自家耕地 转眼成了可以入股的资本 原本是在外打工子女累赘的农田 如今成了父母养老的保障 土地流转 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 现在我们算一起 大概有十万多到五万块养收入 这只不太实 目前成都市周边有三分之一的耕地 以多种形式流转 全国首家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近日也在成都正式挂牌成立 将在今年年底 形成一个乡县市三级不点的产权交易网络 方便交易 这里是江七省雄武县文丰香港贝村 果业大户邱祥天的骑程园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山坡 而现在您可以看到 卖山遍野的骑程树都挂满了果实 邱祥天告诉记者 原来这六十多亩山地当中 自己只占四分之一 其他土地都是本村几户外出务工人员所有 前年在村委会的帮助下 通过合法流转手续 老邱顺利租到了周围的四十多亩地 骑程今年开始挂果 预计收入可达十二万元 江西干州是老五输出大事 八百多万人当中有近两百万人常年外出务工 一些土地因承包人外出务工而被闲置 为此 干州市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政策引导机制 在农户资源的前提下 鼓励通过转包转让出租土地入股等流转方式 搞活土地经营 使闲置土地向农业龙头企业和重养大户集中 实现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三十年来 人民军队实现了从摩托化 向机械化和信息化的跨越 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中秋时节代号为力兵2008的实兵检验性天体 在赛北某综合训练基地大开训 这场首次在济南军区北京军区精锐部队之间展开的实兵对抗 全面 再给大家看 我们回到 军区